怪不得我在哪里看得过你 你看得过我吗 算不上吗 加个微信吧 微信 你加个微信干嘛呀 来来来这里喝水吗 不喝不喝 没事你喝水 不喝不喝不喝 不喝不喝 没事你喝吗 我可以喝吗 各位说爱吗 还是不是你喝吗 我可以我可以喝吗 各位说爱吗 可以喝的 没事可以喝吗 没事的对对对 可不可以喝假吗 这款就是你喝吗 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没事你喝吗 不用这个 不用不用 没事 你多少岁了呀 我20了吧 你有没有男朋友呀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那你看我可以吗 我也单身 对我这兄弟也是单身的 对对对 我是一个学生啊 我不谈朋友的 学生也可以谈恋爱的呀 学生不想谈恋爱的呀 你在哪里直播呀 我在微信上面直播 微信上面直播呀 对哦 原来是网红呀 加个微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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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个朋友吧 他说要我加微信加吗 加不加这个微信 他说 他跟我说加个微信 微信加不加加吗 不要所以就是不加呀 加不加加吗 都不加吗 呃 我们我们是好人 你们是好人呢 加了微信我们去吃饭 那我们要不我请你去吃个饭吗 嗯 不吃了啊 刚刚刚吃了饭 我请你吃个饭吗 没事 刚刚吃了饭了 刚刚吃了饭了 没事吧走去吃饭 请你吃饭 不了不了 没事没事 那你喝水吗 喝水 不喝不喝 走嘛 真的我们不是饭人 你看一下我这个 我这个兄弟是我们那个 你知不知道红花村的村长 红花村的村长 红花村的村长 这么年轻 就搭上了村长 年轻有为 那请你去吃个饭吧 不吃了呀 没事 不让你出钱 我们请你吃饭 我刚刚吃了的 没事嘛 走嘛 走 那要不我们去那个酒吧里面去玩 酒吧 酒吧不玩 你去过酒吧没有呀 没有 很好玩的 对很好玩的 对很好玩的 酒吧很好玩吗 各位去刷一个 去不去吗 酒吧是喝酒的吧 对对对 我不喝酒了 很好喝酒呀 我能吃吗 各位去刷吧 都知道我们不是好人 对我们是好人 真的 我们不是好人 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两个是好人 我不喝酒 我不喝酒 不要去 来你喝这瓶水吗 这瓶水你喝吗 喝吗 我不喝我不喝 没事没事 没事你喝吗 真的没事没事你喝吧 我不喝我不喝 哎呀你真的不喝的话是不给面子了 真的 我真不喝 我真不喝 谢谢哥哥我不喝 喝我不喝我不喝 喝嘛真的你喝不喝 能不能喝各位叔叔 二们能不能喝 没事你不喝的话我们 这个的话就是不给面子了 真的喝嘛没事 来我才喝了一口的没事你可以喝 我真不喝我真不喝 我真不喝 我真不喝我真不喝 你会过的那是你喝过的 我在我在等大叔的呀 你大叔是谁啊你男朋友吗 大叔是我加个微信吗没事吧 我们也是就不远我们也是住在那边的加个微信 我在这里等大叔的呀 大叔是谁呀 大叔是一个老婆吗 不是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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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叫大叔呢 大叔是谁呀 大叔是我的一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很有钱的 对 我们要不我们真的请你吃个饭吧 走吧你把直播关了 把直播关了 把直播关了呀 对对对你把直播关了 我带你们去吃饭 直播不能关了吧 直播能不能关 没事没事你关了嘛 我带你去吃饭 我直播不能关了吧 我直播不能关了吧 能不能关家吗 他说把直播关了 不要关了 我不吃了 可以关的你关了吗 我们去吃饭 他们说不用 他们说不关的 我们我们带你去吃饭 你吃饭没有 我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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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加什么微信呢 我加个微信怎么了 她是你老婆吗 你加什么微信呢 她不是你老婆我不可以加吗 她是不是我老婆关你什么事啊 你快让开 这什么人呢 我不认识 你不用理这些人小语 她过来就跟我说加微信就住 她过来就跟你说加微信 对她过来就跟我说加微信 你不用理这些人的 你自己一个人有些时候上街的话 你注意一点的知道吗小语 这什么人都有她跟你说的啥呀 她跟我说她带我去酒吧玩 酒吧是哪里啊 酒吧 你觉得带你去酒吧玩的人能是好人吗 酒吧我说了不喝酒 但是她跟我说她带我去吃饭 她带你去吃饭 她带你去吃饭 对她说她带我去吃饭 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要带你去吃饭 这什么人呢 是不是哥哥姐姐们刚刚刚那 我看那几个人是不是说带小语去吃饭了 对她刚刚他们刚刚说带我去吃饭 是不是跟我说说呀 是的你们打一个试好不好 对还一直让我喝水大叔 喝水 对他们还给我拿了一瓶水一直让我喝水 你没喝吧 我没喝 陌生人给你的水不要喝知道吗 我只不见得叔叔阿姨他们说不能喝 我就没有喝 谢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哥哥已经把小语看着了一下 对了我跟你说 你得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对我听我听我听话的 对你要听他们的 他们跟你说不能喝你千万就不能喝知道吗 也太单纯了 小语很聪明的 我听各位叔叔阿姨的肯定没有错的呀 是不是家们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们 小语就是太单纯了 他怕下药我 我都没有想到下药 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 怎么可能会下药家们 应该不会吧 在大街上他给我下药 不可能 现在什么人都有 安全带马上带上 你别看是在大街上 真的会啊 真的会的 真的会下药啊 我的天哪 是不是家们 真的会下药的吗 我都没有想到下药这个东西 我以为他就是让我喝水 陌生人给你的水千万不要喝 好 小语今天的天空好蓝啊 对呀 今天这个好好看呢 对呀 所以说你举些时候 要多跟你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聊聊天 他们跟你说的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对 大叔说让我多听你们的话 他们也是为了你好 他们也是为了你好 我当然知道了 下次再来看我呀 好的那紫微华姐姐 OK是吗 就像他们刚刚跟我说的 确实我想了一下 也挺有道理的 将过去把文森这些给洗了 其实文森的话 我觉得 文的森也不一定就是坏人 是不是各位叔叔阿姨 文森的也不一定是坏人 不文森的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是不是各位叔叔阿姨 是不是各位叔叔阿姨 是的你们打一个诗好不好 防人之心不可恶是不是 对我知道讲吗 好的 这只大叔和我说的话是不是 好 大叔他们都说是的 他们都说有文森也不一定是坏人 没有文森也不一定是好人 他们说是的 吓什么来着 太吓人了是不是 好的好的 不认识的说两句就别理他呀 我刚刚是在那里等大叔的呀 我在那等大叔 他刚刚是在那里等我 对我在等大叔 然后那个人他又上来了 我也没有想到 不认识 对对 下次遇到不认识人 就不讲话了 好吧 是的对 不认识人千万别理他 对他们他们他们刚刚确实是不认识的 但是还是不文森好 经历不一样吗 是不是这样吗 经历不一样 有文森跟没有文森 只要不是坏人就好 是不是 对呀 坏人他不会把坏人两个字写在脸上的 对呀 那个人还说很有钱 对 他跟我说他有个什么 一百万的什么奔驰 奔驰是什么东西 你不信你 你问这些哥哥姐姐妹 那真正那有钱的人 他会出来炫耀吗 会会见人就说 我有多少钱吗 你不信 会吗 会吗 各位说爱吗 有钱的人他会 说他有很多 对呀 他会给一个不认识的人 见到你就说我有多少多少钱吗 有文森者 老叫我喝水就不对劲了是不是 不会的是不是 对呀他没什么 他说不会的 他又不认识你 他为什么要请你喝水呢 对呀 对呀 所以说女孩子在外面 真的有钱人不会这么高 自大的 你看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都说 有钱人他会这么高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他们说不会的 今天好大个太阳家吗 今天太阳挺大的 今天天气好 今天天气好好 有钱人一定不会张扬了是不是 还没回家吗 大叔现在正在送我回家 已经回家了 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老叫你喝水就有问题 我先把小雨送回家 然后我再下来 对大叔送回上去 我以为就是天气热嘛 天气这个因为今天很热嘛 我以为他就天气热 看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以为他是好心 给我喝一口水 我原来喝水 喝水还会被下药的 是不是 没有想那么多家们 没有想那么多 对呀他 你没看他 他一过来他还说 叫你去酒吧玩吗 你刚刚在说 酒吧 我没有去过酒吧的呀 我不知道酒吧是哪里的呀 我跟你说不要去 你很热吗 很热的家吗 我们这边大太阳吗 大太阳 你在开车吗 不是 是大叔在开车 是大叔在开车 以后一定要保护自己 好的好的 越有钱越低调呀 喝一口水我就晕了呀 他是在那个水里面 放了那个什么迷药吗 哦 那个地方不是个好 那个地方不是个好地方 是不是 哦 好 因为我自己没有去过 不要好奇知道吗 不要好奇去那些地方 你陪你问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嘛 你问他们那酒吧那些地方 是什么好地方吗 不要因为好奇而去 酒吧那个是个好地方吗 酒吧 我还真的没有去过 酒吧是不是一个好地方 给我说说一碗 有钱的富二代会宣扬的呀 我这边还很热 酒吧不是一个好地方 好女孩是不去的呀 那去那里的都是不好的吗 也不能说都是不好的 只能说 哎 怎么说呢 地方它是好地方 但是有些人 他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说地方是好的 但是里面的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不好的 他说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好的 混混经常去呀 酒吧经常去嘛 还行是不是 千万不要去 因为酒吧那种地方的话呀 很乱的地方 因为酒吧那种地方 很多人一喝了酒过后啊 酒精一上头的话呀 很容易发生一些什么矛盾的这些的 就比如说你不去惹别人 你不去主动跟别人 发生什么矛盾这些的 但是他有些人喝了酒 他会主动来找你惹麻烦的 酒吧就是有很乱的地方 是不是啊家门 很乱的地方 女孩子千万不要去 是不是 酒吧是乱来的呀 千万不要去酒吧 你们都说酒吧不是一个好地方 酒吧里面有很多坏人嘛家门 都是坏人应该不是吧 但是坏人是不是要多一点 对是不是 好不是什么地方 还是不要去是不是 我还我我没有去过家 我没有去过所以我 不要对那些地方充满好奇 小鱼 因为你过后啊 他那个你不去惹别人 别人来惹你 你发生一点矛盾这些也不好 发生矛盾不好 可以去见见市民 但是都要和朋友一起去 是不是 喝醉酒容易出事 孩子不要去 不要与陌生人打理 酒吧来人多的是些渣男 是不是 好的 各位叔叔说一遍 我说西方西六道九 你要是想去的话 等你以后毕业了过后啊 你想去的话我带你去 毕业了过后再去嘛 对啊 你现在晚上上大学了 你去那些地方干嘛呀 等你以后毕业了 你说想去看一下呀 想去玩一下呀 那个时候我带你去 那你现在你肯定是不能去的 我已经成年了也不能去嘛 什么呢 让一个非女孩不会去那个 一个好女孩 回去那个地方是不是 对啊 到那你会学坏的呀 生活月月 没有生活月月 没有生活月历吧 你是想说 对就像这个 君子兰这个说的 对他说没有生活月历 不是说看你成年成年 而是说跟你的生活月历 社会经历有关系的 长大以后也不要去呀 这么坏的一个地方嘛 你们都好多人都说不要去 那这么坏的地方 怎么还会有人开这个东西 酒里面放东西 吃了都不知道呀 对呀 你自己一个人去酒吧的话 有些人在你酒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你也不知道 酒吧是最乱的地方 比如刚才你 哦 就像刚刚给我喝水那样 是不是 就给我给我喝东西 但我喝 什么 等会儿 啊 我 你 我